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異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智慧 歡迎全國的所有好朋友 正式光臨 全民心攻略 今天過得好不好 如果你的一整天都過得很好的話 代表你今天已經學會了 看這個世界一個最好的視角 這個最棒的角度 但如果你沒辦法看到 最美好的角度 那就跟著我們今天的療癒大師 一起來學一些 找到生活熱情的方法 因為今天的嘉賓 都是懂得療癒身心的 大師級人物 來 歡迎大家 來 第一位 那我們歡迎搞笑療癒大師孫生 嗨 來 抗痘疤女王 孫生 莊銀燕 花系列 療癒大師 李明川 小生爸爸 藍靜天 舞台劇媽媽 蔡宣燕 親子烹飪教養家 這位是林佳 陳小姐 很好 今天有兩位要宣傳的是吧 來 痘疤醫生 好 嗨 各位豆腐們 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 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我是莊妍醫師 痘疤醫生教你痘 痘疤基本上行程之後很難去 除非用醫美去磨掉什麼的 對 所以這個才有 這本書的出現 因為最有效治療痘疤的 就是不要長青春痘 但是不長痘疤很難耶 非常難 皮脂腺分泌旺盛 加上荷爾蒙 它不可能出長 所以要告訴民眾說 什麼情況之下 你應該要看醫生 什麼情況之下 你可以自己擦一些藥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希望這輸大家喜愛 好 非常好 是 另外一個是有一個好戲要介紹 已經是個家演的行程了 今天是演的第二年 還是第三年 今年 這個應該是第二年 第二年 第二年 小兒子 故事工廠第七回作品 來 介紹一下 我們會在1月17號到19號 在城市舞台 溫情回歸上演 溫情回歸上演 這是一個非常療癒的戲 歡迎全家來看 小兒子剛好是三代之間 而且透過一個孩子的視角 可以檢視自己 對吧 對 然後主角是 李天柱大哥 柱哥 然後飾演一個 患有失智症的作家 這是現在很時髦的問題 其實 這幾年都在關注這話 大家比較願意面對了 我們這次的家裡行程 都是藍君天演嗎 這次的一樣跟定籤 還是兩個輪是不是 他們兩個演出的風格 完全不一樣 如果這個荷包的深度夠的話 事實上可以看他們兩個人 不同的表演 兩個版本都看 加油 非常好 恭喜 有請本華麗圖書館最高層級 高到不能再高的研究員 蔡上華女士 來 溫柔的說明 請 大家好 我是你們研究員 蔡上華 工作忙碌一整天 最療癒的事情 就是跟全家一起看 全明星攻略 除了可以吸收心致之外 還能夠放鬆心情 增進感情 但是今天所有來賓可要繃緊神經 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 能夠上得了答題台 首先 那如果有機會 進入到我們的 攻略賽當中 每一個人 都有 量身打造的客氣化題庫 答對越多 獎金越高 獎品越好 而且我們有 等你來講 所以好好努力加油吧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 只要看到他 就覺得超療癒的曾館長 非常謝謝上華 以上他所說的都是事情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資格賽了 各位 好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英文比賽 你想到什麼 第二個提示 交叉比對一下 請看第二個提示 日文叫火柴是吧 火柴 鬼東東啊 火柴 火柴 日文怎麼講 沒有辦法聯想對吧 真的 好啦 我們答案幾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英文比賽 答案兩個字 英文比賽 好 藍軍天你按得這麼輕 厲害了 來得及 現在可以嗎 當然可以 答案 請說 不會是 麻吉 對 麻吉就是 日文火柴的說法 match 麻吉 我以前的團體 麻吉 你以前的團體叫麻吉 它是英文比賽嗎 麻吉是一種英文比賽嗎 match 就是因為match 我在想match match會是什麼 因為我這個節目 通常都會跟 可能大家會有點關係 麻吉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太強了吧 太強了 好厲害喔 藍軍天恭喜 爭取到五分鐘的答題時間 來進去他的酒用歌攻略賽 請就位 好 好 好 今天我們為了你 好 設計的題目 因為包羅萬象 有今天第一次來 看過這個節目沒有 有 非常敬感 爽爽 五分鐘爽爽 好 是裡面最充裕的人 後面都有答題的壓迫感 你沒有 但是會讓你稍微有一點 鬥志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夢幻大獎 請開門 今天這一集所提供的夢幻大獎 每一集必然會有的智慧家電 還有包括了我們今天的三萬大獎 那也是 沙巴床是吧 我們的那個完全不在空間 為電腦的 全自動的 非常好的一個跑步機 藍軍天同學 即將迎接自己的挑戰 為您準備了一些 你所喜歡的題目 請公佈他的題目 何謂量身打造 你一看就知道 型男配手表 你曾經當過代言 義大利時裝週 因為媽媽和時裝產業是 時尚產業是有關聯的 對 所以你有點耳濡目染的 非常的熟悉 加拿大名產 因為你在加拿大出生 童書閱讀時光 因為你跟女兒會一起看童書 是 迪士尼認證公主 你跟女兒都是迪士尼控 是 動保AI 你關心的世界時事 尤其注重了AI產業的發展 控制過敏源 就是目前很像是孩子是吧 你自己 我自己 你自己做過的過敏源檢測 對 做過才知道 該吃什麼不該吃什麼 小提琴科學家 說的就是你的太太 是 太好了 我們從哪邊開始 我選義大利時裝週好了 義大利時裝週準備 請出題 五分鐘到處 義大利是世界時尚的發源地之一 但其實最早舉辦時裝週的 不是米蘭 而是哪個城市 A 威尼斯 B 佛羅倫斯 C 納布勒斯 這個 這個我應該知道 我的答案是 B 佛羅倫斯 請鎖定 所以不是維尼斯 不是維尼斯 但是我知道佛羅倫斯是 義大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文化藝術所有的發展 在那邊 然後有非常多的這個 馬蒂奇家族就是在那邊興盛 所以他們又會有很多 哪個家族 馬蒂奇 馬蒂奇 這是義大利當年最興盛的家族 他們的 他們也是這個叫做 富可敵國 可以撼動這個 教皇的所有的決定的這個國 家族 這種功高震主的 對 到最後下場是 下場是 但是他們留下 非常多的文化遺產 而且我是在佛羅倫斯 跟我太太求婚的 所以 應該是很重要 這題目太針對了 這題目 佛羅倫斯請介紹 恭喜答對 C 來 第二題請選擇 看看我的故鄉加拿大好了 加拿大名 加拿大名 加拿大名產 請出題 加拿大封堂舉世文明 請問封堂的產季是什麼時候 A 春天 B 夏天 C 冬天 蜂糖 Maple Maple 這是Maple tree Maple tree Maple tree 就肯定不是夏天 我的答案是 春天 請所力 想得比較久一點 風速應該是 冬天它才會 比較茂盛 會變顏色吧 不是茂盛 就是它 應該是 就是它變成它的這個 蜂樹 我們看到的蜂樹 然後如果要有Maple tree 它應該要花一點時間去養 養這個 我對它 我對蜂糖真不太了解 汁在裡面去 我覺得他們有很多的 蜂糖的相關的零食 對 週邊商品好多 是糖 餅乾 什麼的都有 對 明產 春天 應該是 蜂糖的產季是春天 你知道嗎 請介紹 恭喜你 好 大家一般想到蜂樹 只會想到秋天 但事實上蜂樹 它們到了冬天的時候 會把樹葉裡頭的養分 用澱粉的形式 儲存在樹幹當中 整個冬天非常的長 所以儲存了相當多的養分 一直到了春天的時候 這個葉子要開始發芽 萌發生長了 這個時候就會把這些澱粉 再轉化成糖分 運輸到整個樹幹的 任何一個地方去 所以其實在這個歐洲人 到北美之前 其實在北美的印第安人 他們就會把這個樹幹上面 到了春天的時候 畫一個V字形的小口子 然後插一個管子進去 就可以從樹幹當中 採集到蜂糖的汁液 然後拿出來再經過煮 把這個水分都煮乾之後 就會變成很濃郁很香甜的 蜂糖醬 恭喜 一萬在巷裡頭 我想試試看洞寶 我看到這個AI 因為最近剛看一本書 剛看一本書是跟這個 未來產業有關 洞寶AI 借你助理 對 今年生態問題 越受到重視 AI人工智慧 就被運用到哪一種 動物的保育工作上 A 石虎 B 台灣黑熊 C 櫻花工穩貴 A 2 1 2 海洋黑熊跟石虎 都是在滅絕的動物 因為牠公穩貴好像不是 所以應該不是C 石虎 台灣黑熊 我的答案是 A 石虎 謝謝索利 你猜的 對吧 因為我這石虎 現在已經是完全 完全滅絕了 沒有滅絕 還有幾百隻啊 就是非常的少 那可能我們在用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人工智慧 可以用更好的方法 可能在DNA的培育上面 之類的話 我不知道 可能在這個方面上 可以給牠們更好的 我猜的 我真的這個 那我猜不會猜石虎 我是不會猜的 我不猜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上個月 所有在中部地區 要監測石虎的機器 攝影機被拖光光了 誰 被偷光光 幾十台 怎麼會這麼 幾十台監測石虎的攝影機被偷光 別人的監測器 看不到石虎去哪了 你知道嗎 誰 好 來 牠認為 是在寶玉石虎這個動物上 來 AI是人工智慧 被運用在哪一種動物身上 請揭曉 關係到一萬元 智慧新幣 拿走了沒有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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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石虎縣是台灣的 非常重點保育的一種動物 而且在全台灣已經 剩不到五百隻了 那麼在過去三年當中 幾乎每個月都有石虎 因為在路上飛車撞死 所以後來現在發展了這種 AI的系統就是可以偵測出 石虎牠們會不會出現 在出現的時候 這個系統會自動發出一些 聲音性牠們的注意 石虎就不會跑到馬路上面去 結果真的裝了這個系統之後 後來就再也沒有石虎被撞死了 不過在上一個月 就是有三十八台 偵測十五的這個 紅外線的照相機被偷走了 所以現在這兩個 竊賊牠們都已經落網 那但是還是沒有查出 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偷的原因 好 下一個 我們三位邁進 第四題 同書閱讀時光 同書閱讀時光 請出題 根據心理學家研究顯示 父母為小孩閱讀的時候 小孩使用拿 耳 聽 會比較能夠理解 A 左耳 B 右耳 C 都一樣 左腦是 理 Logic 右腦 我的答案是A 對 對不起 什麼 我可以改嗎 我的答案是B 右耳 右耳 請說例 左腦負責理性 右腦負責感性 所以你認為講在感性這邊 比較容易理解 講到感性的時候會刺激他的 左腦去想像跟分析 去去分析 從這邊進來的時候會刺激左腦 對 然後從這邊會刺激 對 他們是交叉的在裡面 應該是 所以所有的琴話都要在這裡聽 因為會用感性 就讓刺激他的 好厲害了 好 老婆我知道 是嗎 請介紹 漂亮 白臉變化 好 有時候我們會說這個人耳根子很軟 耳根子很硬 可能其實是你對他不同的耳朵 說出來的不同效果 因為他們發現 其實我們從左邊的耳朵進去 是用右腦來接收 右邊的耳朵進去 是左腦來處理 那左腦通常是負責比較邏輯 理性 或要分析 代數 這些的東西 他們這個義大利的專家 就做了一個分析 他們發現在同一個地方 你對同一個女性講話 當你是對了她的左邊的耳朵 去跟她說情話的時候 她比較容易會傾向喜歡你說的話 包括笑話 她也比較喜歡聽 那麼如果你對她右邊的耳朵 跟她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支香菸 當你對她愛聽勸的那支耳朵 借東西的時候 她比較容易會把東西借給你 第五題 剛剛講到講情話講老婆 就小提琴科學家 小提琴科學家 請助理 哪個知名的科學家 其實也是個優秀的小提琴手 A 達爾文 B 愛迪生 C 愛因斯坦 關西到三萬元智慧行李 B 愛因斯坦 B 愛因斯坦 B 愛因斯坦 這個科學家也是個優秀的小提琴手 2分45秒了 我這答錯了會被我老婆殺 沒有 平常都沒有專心聽她講話 沒有 達爾文 感覺上達爾文這個 我的答案是A 達爾文請鎖定 這三個人哪一個年代最久遠的 這三個人 達爾文 達爾文最早 對 然後再來是愛迪生 相對論 再來是愛因斯坦 但是她是一個非常 她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藝術家 對 所以她 感覺她比較有可能學 小提琴 小提琴 知道 是哪一位 請揭曉 不論還有得過奈瑞爾獎之外 其實她也是一個很專業的小提琴手 她的媽媽是一個鋼琴家 那愛因斯坦 她自己也有說過 如果她不是成為科學家的話 她應該也有可能會成為音樂家 甚至她太太也說 她常常在想東西 想一想想不出來 她會進去房間裡面 彈幾下鋼琴 出來就想到這個做法了 當然鋼琴比較笨重 比較難帶 所以愛因斯坦 她到很多地方去 都會帶著小提琴 幫助她思考 甚至她會幫她的小提琴 取名字 但是她每一把小提琴的名字 都叫做Lina 完了 得到一萬元請 可以得到其他人的禮物獎品 那你帶回去呢 再告訴我 恭喜我們今天得到的是 普加綱 免除水桶直輸鮮飲RO 淨水器 這個是榮過了台灣精品獎 全球首創第一台 可以收納廚房機靈空間的淨水器 你可以直放或者是很好都OK 而且它有一個免除水桶的設計 可以過濾純淨的新鮮生飲水 全機防護外殼LD燈號 即時掌控機台的狀態 希望你喜歡 謝謝 我們下一個的四個賽 第二位四個賽 請看第一個提示 五秒鐘 古早味也太多了 柴米油煙醬醋茶 都有可能是古早味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林嘉誠來 各位不知道答案是 豆 大聲一點 豆花 答對了嗎 豆花 豆花 漂亮喔 來 九五個公路賽 請就位 林嘉誠小姐 請公布她的九五個公路賽題請 家事料理達人 她的題目 炒菜小撇步 好 這是妳的專長之一 對 路透社指出 我的女兒上過妳的課 是 青少年的煩惱 因為妳正有一個十七歲的孩子 家是我罪行 從小就來做家事 好奇妙的現象 對 跟妳的妹妹完全不一樣 溝通經典法則 這是基本上妳正在研究的一個溝通藝術 是 女性巔峰期 妳對於女人的姓氏 特別的專嚴 追星好處多 妳就在做這樣的事 是 養腎有撇步 說的是妳少喝水 腎有問題的現象 腎結石了 是 台灣同仁志 聽說跟女兒一樣喜歡Cosplay 她喜歡我跟她去 我沒有Cosplay過 妳看我們從哪裡開始比較好 就從炒菜小被剖好 我的女兒跟妳學了什麼菜啊 妳回去問她嘛 她有沒有做給妳吃 當然 真的嗎 沒有 那妳們要給她時間做嗎 鼓勵 炒菜小鐵部請 主題 炒水蓮時應該怎麼處理 才不會讓水蓮有土味 A炒前先用薑水燙過 B炒時放薑絲 C起鍋前嗆米酒 來 我的答案是A 先用薑水燙過 先鎖定 妳來 稍微思考了一下 是 想了什麼 沒有 因為水蓮它本來就是 本身就有那個味道 那有時候你其實 如果你沒有先去汆燙過的話 你就是後面再去處理 它的味道還是會在 所以我選了一個 就是它在事前處理的方式 起 介紹 好的 開始 來 第二題 因為我最近在寫 就是溝通的書 溝通經典法則請出題 在溝通時先說優點 再說缺點 最後再用鼓勵的方式 勉勵對方 請問這個是什麼 溝通法 A 三明治溝通法 B 洋蔥溝通法 C 棍與紅蘿蔔溝通法 C 棍與紅蘿蔔溝通法 一定不會是C 所以我 三去法的話 我選 A A 三明治 且一所定 為什麼叫三明治 因為優點缺點跟鼓勵 直接這樣想 其實我也是都是這樣子 就是你要講話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說 我覺得你是怎麼樣 你就要先跟他講說 不要先批評 不要先批評 你就說其實你這個這個 做得很不錯耶 如果再這樣就更好 三明治溝通法答對你們 請介紹 WALT 答對 一彎在巷子口 來 追星啦 想什麼呢 怎麼瘋狂 不要 我要先清少年的反應 因為臉 青少年唯特的反應 請就定 講到大家研究發現 青少年抑鬱症的症狀 逐年增加 是和下列哪種事情最有關 A 玩線上遊戲 B 使用社群媒體 C 同儕相處不順 B B 使用社群媒體 請鎖定 孫生怎麼鎖 覺得這個新媒體的世代 應該是社群媒體沒錯 因為小朋友看看看 你就只要講我認同就好了 你講一堆以後 我覺得他們 我們要教授感一點 好 我認同 教授感一點 有點博學多文的感覺 很認真 對 你要B 應該是B 總醫師呢 我很認同 因為社群媒體它其實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 他都會呈現為了 就是為了要在別人面前 呈現最好的一面 所以當他呈現最好的一面的時候 別人 就這個不見得是真的 然後這個 我覺得現在這個也是 父母最應該學的說 怎麼讓小孩子 使用社群媒體 然後 是一個平常心的 對 同理心的對待 對不對 對 請揭曉 跳 謝謝 這是妳的第三支 第三支 第四支 那我就選追星了 追星嗎 追星好處多 且贏助理 學者針對追星 聽演唱會的行為 來做研究 結果發現追星族聽偶像演唱會 有什麼好處 A 預防心理疾病 B 提升社交能力 C 比較長壽 C吧 什麼表情 沒有 因為比較長壽 我真心覺得 比較長壽之外 我覺得就是看起來比較年輕 年輕 譬如說我現在四十歲 看起來二十歲 我可能可以再多活二十年 你知道那種感覺 對 大概是誰騙妳 妳看起來像二十歲 沒有啦 我是說 感受傷 感受傷 心靈 OK 心智年齡 比較長壽 追星追下來會長壽 請 計較 真的 這就告訴我們大家呢 追星也可以追得很勵志 這個是來自英國倫敦金獎 學院的一份研究 就發現呢 當我們去看了 自己喜歡的明星的演唱會之後呢 你當中的這個自我滿足感 還有跟別人的親密度的這個程度 都會提升大概二十五% 而這樣的一個心理狀態呢 可以幫助我們變得比較樂觀開朗 同時呢 這樣的一個效果就相當於 可以讓妳的這個壽命延長九年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粉絲就開玩笑說 那看來我以後找到我養生的方法呢 我要再去搶演唱會的票來續命了 第五題 你敗好難選喔 差不多要女性巔峰級了吧 好吧 那我就選那個 但是我不知道會出現 女性巔峰級 請出題 英國研究數據指出 女性認為在幾歲的時候 最能夠散發出性感與自信 同時也是性慾高峰級 A 二十二歲 B 二十八歲 C 三十三歲 C吧 請鎖定 是要什麼 沒有 我很想講我每個 每一個歲數都是 real Q real 其實我很高興願意 可以講 所以我很難選 所以我很難選 酥酥妳現在的心情 因為我選我最接近的年紀 其他都太年輕 年輕的也只是 那不是高峰 那是探索 對啊 因為他一定要有 一點點的經驗 才可以做到 一點點的經驗 才能 就累積一直累積 我覺得三十三歲 就是 有足夠的經驗值 是 對不對 戰鬥力又夠強 對 應該就那個吧 沒有打不敗的對象 我是不敢這樣講啦 但是 但是也是可以這樣說 所以如果有一個四十歲的 妳會選四十歲對不對 對 認為他答對了舉手 莊醫師妳為什麼不舉 我會認為是二十八 妳認為二十八 孫生 我舉這二八耶 會不會 高峰舉這二十八 那三十三就開始往下走了 到五十歲就開始 行將救護了 二八會不會震驚啊 什麼東西啊 因為我會認為三十歲 已經有一點點年紀了 就是想要 就是過了三十歲才開始 沒有 妳想想 那個會稀土的年紀是什麼 我們用比較白話的說法 不就是過了三十歲 開始豺狼虎爆了嗎 對 妳知道他要做什麼嗎 他做什麼 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五十蹲地能稀土 六十蹲人不吐骨 是不是越來越厲害 真的 謝謝 謝謝 揭 終極兩月生後淘汰 二十八太年輕了 對啊 英國的這個研究呢 就告訴大家 其實女生呢 在二十到三十歲的時候 正在積極努力探索的階段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們可能 可以遇到一些 一夜情的對象 也可以找到真愛 不過女生呢 通常是在三十歲的時候呢 會生第一個小孩 而且從他們的研究發現 在生完小孩的三年之後 會來到女生的性愛高峰期 而且過了三十歲以後 女生比較掌握得到 自己對於性方面的喜好的程度啊 還有他們比較 會展現得更有自信 因此呢 其實在三十歲過後的女生呢 在性愛的上面的表現 也會更好 現在三萬在巷子口了 有問題 先把家事拿下來好了 起碼 你拿簡單 因為這家男達人嘛 家事我最行 請注意 從櫥櫃當中拿出的厚冬被 最好用什麼方法 恢復蓬鬆度呢 A 拿到陽台曬太陽 B 不停拍打 C 晾在室內透風 好題目 好題目 每個家都碰到的問題 來 真的 所以 什麼 兩分鐘不到了 對 關係到三萬塊不要開玩笑 曬太陽嘛 什麼東西 曬太陽 A嗎 不要跟三萬塊開玩笑 什麼 因為我覺得不停 快 先決定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1分40秒 A 請鎖定 認為她答對的舉手 一個 認為是不停拍打的舉手 三個 你為什麼不舉 其實我想舉A 你也想舉A 對啊 說明 知道就是把 是不是跟 濕氣有關 對 蔡女士 我看韓劇的時候 不是都常常在拍被子嗎 生活即是學習 沒有 沒有 戲劇就是人生 太棒了 從戲劇學習知識 來 川哥告訴我 你的答案是 我是拍打 拍打 拿到陽台曬太陽 關係到三萬元 請介紹 東背 恢復蓬鬆的方法 正確答案其實是 這可能跟一般人 通常我們的做法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通風媽媽 會把這個棉被 拿去曬太陽 但其實是曬太陽的方式 也可能會讓這個塵滿 因為他們很怕光 他們可能會鑽到這個 棉被的更裡層裡頭去 真的 會 所以其實你想要讓它 恢復蓬鬆度的話 你是可以把它放在 不要被太陽直射 但是通風 比較陰涼的地方 然後你也可以開個除石機 讓它幫助讓它的這個濕氣 更加去排除掉 每兩個小時去翻面一下 它是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那如果你用這個 去不斷地拍打它的話 其實是容易會傷害到這個 棉被裡頭的衣物的纖維 還有它的車縫線 可能會被你拍開 所以其實是容易傷到衣物的 那最後就是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如果你要防塵馬 有些人會用除塵蠻疾 可是羽絨被是比較不適合 用防這個除塵蠻疾的 因為羽絨被的梗梗比較粗 有時候吸的話 也可能會傷害到被子 好了 千萬可以得到 一萬多的心理 非常可惜 臨門一腳 來 照顧她得到什麼樣的禮物 公司江峰老師得到的是 菲勒素衛Aulik 健康免油氣炸鍋 這個由美白機身搭配著 霧面的金色內外鍋 採用不沾塗層 清洗非常的方便 而且機械式的設計 操作很簡單 拉出炸鍋即刻啟動 智慧斷電安全裝置 有各項的安全認證 可以讓你使用起來更安心喔 氣炸鍋送給你 謝謝 謝謝 來 下一回合的這個在 第三位的資格賽 爭取的是三分鐘的答題時間 越來越捲僵了 請看好第一個提示 五秒鐘 真空密封袋 真空密封袋 這太難了吧 這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會拿來做真空密封 好 冷靜喔 冷靜喔 小心要快喔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低溫空調知道了吧 李昀川你一定要知道 其實 兩位家庭主婦也應該要曉得 來 李昀川你的答案是 堅強勇敢地告訴全球華人 你的答案是 食物 食物 如果有乾冰機的話 它現在已經被噴成凍傷了 你在說什麼 什麼 食物 請揭揭 株犁 答案是兩個字 兩個字嗎 好 兩個字 答案是兩個字 我滾不動啊 蔡軒彥 你要陪我去嗎 你的答案是 什麼啊 煮飯嘛 真空蜜蜂袋 煮飯煮 我吃不完 要用真空蜜蜂袋保存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不對 這錯了 錯了嗎 爭奪陣啊 什麼啊 你現在趕快按 我完全猜不出來 答案是兩個字 兩個字 你有想法嗎 我沒有想法 一老一小的 我跟你講 你們要非得知道不可 要不得你們跟生活脫節了 他跟我們吃的東西有關 吃的東西有關 吃的有關 我能講 我能再講金竹月嗎 對 提示啊 對啊 還有提示 好 來 第三個提示 請看 直翻慢煮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節目聊 怎麼又在吃飯飯煮 跟作法有關 第四個提示 再看最後 罷料的先驅 我可以按了嗎 已經過了啦 冷靜 我們同一百年了 好不好 我 不答分 不答 生生 對啊 來 聽說什麼 法式料理叫什麼 乾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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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幫你吹 你們兩個都是吹的 要活一起活 要抗鬥一起扛鬥 謝謝你 非常謝謝你 可是你 這是乾貝啦 幫我拉他就算 他的整個的封面上面 哪裡有乾貝的 這件事情還滿正的 沒有 這個線索 同一陣線 他們如果都答錯 會再出一題對不對 我讓你們賺到了 你們兩個賺到了 好 來 現在全部取消 全部恢復他們的打題狀態 我現在讓你們再打一次喔 注意聽好喔 他們賺到了 準備 寶寶加油 對啊 請搶答 寶寶加油 這個線索不對 這個線索不對 我們身體會怎樣啦 快點啦 等一下 快點啦 不好意思喔 我這邊整理一下秩序 我這邊整理一下秩序 好啦 我們直接告訴他 揭曉答案是 舒肥什麼 算了一個舒肥雞 對 它在控制在五十度到八十度之間 就可以烹調一個東西 但是要好長好長時間 慢慢地熟 這什麼東西 所以可以維持它 所有的雞胸肉也好 也會 任何的肉類 它可以會在非常軟嫩的狀態 慢熟 它不會失去水分 它是一個料理方式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 很多的髮料都是這樣做出 很鮮嫩的口感 沒關係 不要著急 下一組題目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煙燻妝 想到什麼 煙燻妝你會想到什麼 這邊都是化妝的喔 女生也化妝喔 你也化過妝喔 化個妝 第二個提示再看十秒 加油 劍狗你想到什麼 一輪關 再想到食物我就答你 來 黑輪 黑輪對不對 對 對嘛 黑輪 到底沒有 不對 怎麼可能那麼簡單 蔡宣彥 黑眼圈 黑眼圈到底沒有 沒有 黑眼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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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其實黑眼圈就是黑眼圈 對喔 沒有問到幾個字 黑眼圈 那個什麼 一個黑眼圈在那邊 這是一般的口語 對 但是要講的是黑眼圈 謝謝老師 蔡宣彥搞不好是今天 我們的最後一位 什麼 你往右邊看一下那三位 你的右邊 你怎麼了 我到現在沒看過的蹄褲 蔡宣彥你知道你看到什麼嗎 三隻小豬 蔡宣彥 九龍歌攻略賽 請就位 蔡宣彥同學 國立台北醫生大節戲劇戲比演 你主修表演 是 請出示他九龍歌攻略賽提醒 來 量身打造各自化的題目 看了就感動 第一個 挽救婚姻廟方 因為你的婚姻就曾經需要挽救 所以你的個性 看起來還是很硬的 戴戒指的意義 你有自創的飾品的品牌 育兒心理學 你非常為了自己的女兒 非常的研究 是吧 六歲了 宮崎俊經典作 這是你喜歡的日本的動漫 日本祈福物 說的是你特別喜歡日本的旅遊 北捷遠距離 這是你常用的交通工具 桌球搖籃地 沒想到你會打桌球 我愛打球 甜蜜詩詞賞 說的是曾經讓你覺得甜蜜的 老公的情詩 喜歡國文 喜歡欣賞詩詞 這部分比較尷尬一點 從哪邊開始 從育兒心 育兒心理學 請注定 心理學家研究認為 小孩哪一項行為有助於成長 是在嘗試對生活多一點自我掌控 A 關在房內不受干擾 B 頂嘴反抗 C 迴避不聽勸 哪一個行為是在對生活多一點自我掌控 我的答案是B 頂嘴反抗 請鎖定 很好 20秒 為什麼不是回避不聽勸呢 跑開 不理妳 因為跑掉的話 可能他就只是在逃避 他可能也不確定自己想要的東西 難道不是決定 也是一種決定我不面對妳 難道不是一種決定嗎 是耶 那還是B好了 我不是帥的 你弄我 頂著的話可能就是 比較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我覺得不是這樣 為什麼一定要聽妳的 就是如果他願意把自己的心聲 表達出來的話 他想常常對生活多一點的自我掌控 房間門關上 你不要進來 這是我的空間 難道不是自我掌控嗎 是不是啊 藍俊天 這兩個都是在逃避 他沒有面對 他沒有自己 他沒有他自己的 所以那不叫自我掌控 對 那只是在逃避 只有頂嘴這個事情是自我掌控 林媽媽 是 林媽媽也這麼認為 林媽 是 藍伯伯跟林媽媽都這麼認為 對 請揭曉 小孩的哪個行為 有助於成長呢 洞小姐很漂亮 謝謝 今天小孩子如果在家裡 非常聽妳的話的話 那麼他可能到外面去 到學校裡頭也會很聽 其他小朋友的話 所以有時候他的自主性 就不會那麼高 比如說在校園當中遇到毒品 他是比較勇敢說不 或者是在他不該的年齡的時候 發生性行為也應該要勇於說不 所以即使小孩子愛頂嘴呢 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可以幫助他訓練 說不 表達自我的能力 來 第二題 宮崎駿好了 宮崎駿新年座 請出題 小心喔 對 對 小心喔 這怎麼猜啊 好像都可以 裡面有一些難忘的場景喔 謝謝 哪一個 C 請鎖定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場景就是 他是河神 然後 在講環保議題 然後他就是要去裡面泡湯 然後最後給他吃了一個丸子 他就把身體裡面的髒汙全部吐出來 就恢復成乾淨的河神 他裡面那場戲 你不覺得在一個吧檯裡面 把自己吃到爆炸 你覺得滿厲害的 對啊 超可愛的 是吧檯嗎 你覺得他那個 他那個好好的這樣吃 對啊 吃成一個這樣子 然後炸掉 就是吃成我們大概 可能會成為的豬一樣 可是那個酒店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選酒店 就愛吃美食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好 恭喜俊很多人都看過 沒有人啊 你為什麼不舉 我覺得是美食啊 美食一個 美食的舉手 沒看過宮崎俊對不對 我覺得是酒店 是你自己 那是你自己 等一下 酒店 我不是問那個 吉普利工作室那個朋友 他有什麼事 不是問你喜歡去哪裡 飯店 外國的酒店是飯店的意思 飯店你看到靈感 那個中醫師有時候 研究痘疤的過程中 也可以看看 宮崎俊幾次還不錯 好 其實他頗療癒的 好 好不好 準備揭曉 是不是就停在這裡呢 來 請揭曉 正確答案就是 這個其實是 宮崎俊他一個朋友 就告訴他說 他自己去酒店的經驗 他發現其實酒店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身材 像是進去裡頭的女孩子 不是每一個人 本來就很大方敢 跟客人講話 有一些人他很害羞內向 但是為了金錢 為了生活 所以他必須要 轉換自己的個性 去奉承客人 而來到酒店的這一些客人 他們其實事實上 一般的生活當中 也不敢呈現出 那樣的自己 但是到了酒店以後 因為他可以用金錢 用權力去展現出 自己想要的樣貌 所以像是宮崎俊的 這個身影少女裡頭的 黑的無臉男 它其實就是代表著 酒店裡面的客人的 這樣的一個心態 對 人都帶著一個假面 還滿深的耶 深度嗎 不是很表情的 泡湯或吃東西而已 對 我們好膚淺 我們太膚淺了 好有深度 什麼玩意兒 這個酒店是很深度的 天啊 沒這個節目 我們怎麼知道自己幼稚啊 對啊 我的天啊 好高興主持這樣的節目喔 只有一題 我們今天必須注定空手而回了 好不好 沒關係 一定覺得很難過 好了 我們忙進行 非常感人的時刻 終極懲罰 全民互動題來了 各位 今天是一個年輕的YouTuber 為您帶來歡笑 散播歡樂散播愛的這位孫生 我們請你來選題 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現場的朋友一起來討論 好 答對的待會兒可以少打一下 答對的話 好 來 請選擇 全民互動題 好 那我選一個大家比較 有感覺的一點 大家一輩子都會遇到的 帶戒指的意義 你有什麼問題嗎 你可以好好講話 我很興奮 好不容易站過來 OK 全民互動 全民互動 戴戒指的意義 戴戒指的意義 請處理 戒指現在大多象徵著 男女間的定情 但是古代時 皇帝的妃子戴戒指 是代表什麼意思 A 希望皇上靈性 B 生理期來了 C 祈求生下龍子天 B吧 我打嗎 你打啊 我打 不可能是B吧 還有幾分鐘 沒有 沒有什麼時間的問題 我選的是 A 希望皇上靈性 說說你選擇的理由 因為古時后皇上 那個後宮太多人了 不是人人都可以靈性到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想要暗示皇上 你有研究過靈性的過程嗎 來這個試請 來御書房試請 御書房 書房 試請 你知道試請嗎 是的 御書房 御書房去到我的地方吧 對 來進行一個服務的動作 什麼 吃在御書房 然後吃著御飯糰 對 然後 喝著御茶圓 然後最後上演御卜團 對 厲害 漂亮 我覺得應該是靈性 你猜的 對 我猜的 我戴了個戒指就希望皇上靈性我 對 能看到我 皇上翻牌 你覺得他是隨意的翻 還是有意思的選呢 我不知道 這我不了解 不了解 我看 應該看感覺吧 看感覺 看感覺 對 認為他答對了舉手 沒有 我不是同一陣線 妃子他戴的這個戒指 是代表我生理期來的舉手 真的假的啊 全部啊 你為什麼不舉 因為我認為是C 你認為是祈求生下榮子 是一種祈福的概念啊 是 這顆戒指 好 難聽你先說 不知道 就感覺 感覺那兩個好像都不是 皇上靈性好像 皇上還有自己的想法嘛 那祈求就是祈求生孩子 那是另外一個 一個 對 感覺你生理期來 讓人家看到說 而且 這是一種識別 對 是嗎 李媽媽 應該吧 靈性之前總是篩選一下 靈性之前總是篩選一下 李宗生 我覺得就是因為翻牌不能決定嘛 那你要去找的時候 發現有戒指 就會趕緊再翻別的牌 因為如果是祈求生下榮子 你只要戴上戒指 就知道你心機很重 你會被弄死啊 所以你不能夠 所以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哪一個妾 不能讓大家知道 我有祈求想要生龍子的慾望啊 可是誰都想生啊 那不可能全都戴戒指啊 我變成全戴戒指 戴就是全戴了 那一份亂就花 就沒辦法 沒有識別的功能了 那表示這一定是有識別的功能 大伙都戴就沒意思了 對啊 就看不出來什麼了 嗯 哦 ID識別證的概念是 你這樣聽 你聽到他說了 你聽到哥哥們說了 是不是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識別 必然是 祈福帶來的 但是希望皇上靈性 我特別想讓皇上知道 弄美一點啊 美美的 你聽了大家的說法 你一選 你的最後選擇 我可以改更改我的選項嗎 你忙你的 我聽你們的 B 鎖定 我更改了 身體齊來了 有道理 你被說服了 我被說服有道理 因為這十八個 這二十五個 裡面有四個戴的戒指 表示他身體齊來了 他就牌被抽起來這樣 就把牌的牌翻掉 對 不要浪費皇上時間 對 不要浪費皇上時間 請鎖定 他說得很合理啊 有意思喔 請揭曉 全民互動題要來了 現在忙選擇這個題目 讓我們所有朋友一起來玩 現場呢 你們三個來選 待會選對的答案 你們就少打一下 因為一定有人把豬頭 選在你們身上 知道吧 這是我們在拖來想的 一個很好的機制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OK 全民互動 來 我們現在選擇這個題目 Stacy 你想選什麼 動物奇蹟 動物奇蹟 對 好的 你呢 我本來也是要動物奇蹟 但我都沒有信心 對 比才太難了 你呢 我也想要動物奇蹟 大家對動物都這麼的好奇 對 好 我們就選動物奇蹟 好 請出題 大象的鼻子可以抓起最小的東西是什麼 A 一根冯一針 B 一個帶殼花生 C 一粒乒乓球 啊 大象的鼻子可以抓起最小的東西是什麼 都看到了 認為是一根冯一針的舉手 一個 兩個 兩個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他們可以抓很小的東西 那我們聽 平常都知道的是 它是一定可以抓花生嘛 然後乒乓球那個 因為有那個犀利的都是可能 但是我覺得它可以其實更細的東西 因為它的鼻子非常的敏感 然後很好用 是嗎 對啊 因為大象的那個鼻子可以軟到非常軟 可以一定什麼都夾起來 軟到非常軟 很有彈性的意思 這麼大耶 它隨便那個這麼大就掐一根針 認為是帶殼花生的舉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都是啊 沒有人選乒乓球啊 太簡單了 對啊 乒乓球是一定的 那為什麼是帶殼花生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 它就是很軟可以夾到最細 但是冯一針我覺得 因為它有個極限 我覺得冯一針太難了 對 但是帶殼花生它應該是做得到 對 所以它最小的極限應該到哪 這個吸管我都不認為它夾得起來 吸管我都不覺得 都有難度 吸管都有難度 那不要說是 一根冯一針耶 你補充說明 我覺得好像看過它吃花生這個畫面 印象中好像有齁 你在問誰 問你啊 那好像有齁 吃花生的畫面 這好像剪起來吃一些 什麼堅果類是不是 對啊 感覺好像有 那感覺乒乓球真的好像太簡單了 乒乓球太簡單了 感覺是陷阱答案 等一下賀群已經不夠了 是 我也覺得是帶殼花生 因為他說是抓起 那一根針可能很難抓起 像比如說我們人區剪都不太容易 他是抓起 他不是說戳在橡皮上 不是 是抓起 所以我覺得不太可能 戳在橡皮上是什麼畫面 因為我把那根針拿起來 所以我去戳那根針 然後把它戳起來 像大家有這麼笨嗎 好啦 我們最多就是六個人的吧 1 2 3 4 5 6 六個人 所以兩個人選 馮一針 那既然這樣多的話 我們就服從多數囉 打到對的價位就少打一下 你們三個人有兩個選花生對不對 對 戴殼花生請鎖定 馬上知道有沒有人可以 因為這樣減免 請介紹 是馮一針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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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馮一針嗎 來告訴我們答案 對 正確答案就是一根馮一針 你千萬不要小看大象的鼻子 它這個鼻子其實是 它的鼻子和上嘴唇的延伸 所以呢 大象的鼻子裡頭 其實有四萬多條的肌肉 它同時可以有鼻子嘴巴 還有手掌跟手腕的功能 所以是小到連馮一針 它都可以把它夾起來 它鼻子是一個結構 它不是說它有多少條肌肉的問題 它的結構就長那樣 然後有個比較鼻尖 它的鼻尖有個稍微尖一點的地方 然後它去夾東西 這個它整個手指頭粗耶 它的意思是說它可以用橡皮剃牙的 用橡皮是剃牙 它可以拿起牙籤就可以剃牙 這不能想像 馮一針答對了 想不到吧 剛剛那邊是阿斯匹你知道嗎 對啊 你也答了馮一針 待會兒你少打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的全民互動題 特別吧 下次再見 好 來 現場的所有的朋友 放在鼻子上 乖 不要再做怪 沒有用的 來囉 早知道 你這一下拿走 所以你只有一下 好 來 你也是一下 好 但你剛剛答對 也抽掉一下 所以你只有兩下 兩下 你最後 你先來 我兩下 來 怎樣 拉到指尖處 拉 拉 你頭部在伸展耶 來 放 放 好 好 記錄一下 莊醫師 好 我說我最笨在這裡 我還是要打一下書 來 我會往回回一點 謝謝 好不好 好 來 自己拉 要超過我的指尖喔 再來 再來 好 放 還有點 他吼得好 真實 他吼得好 喝眼鏡 好扎實 你跟我們被擠痘痘 一樣那種感覺 對 好 這樣 有痛 好 嬉皮笑臉 完蛋 沒有兩下 你的為什麼我都比較長 Q耶 我的鼻子糟糕了 好 放 全民新攻略 讚啦 太醜了 沒有 我來 你不要 你又來 我怕你對這節目沒有印象 我太印象 上那個鼻子 我鼻子 不要 鼻子 不敢 不敢 好戲 小兒子 好書 醫生教你 教你怎麼動 對不對 動動 醫生教你動 好書 好戲 都期待著大家 一起來感受它 不知道觀眾朋友 感受到我們節目的用心了沒有 好的 所有的題目 都為了聲訪各位的見聞 想要充實自己的知識 嘗試 不要忘了 追到週五晚二九點 東升頻道 只剩下我們的 全民新攻略 對 要不要玩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下鈴鐺